這次比賽裡面準備的狀態其實也沒有說真的非常的狀態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維持在一定的水準裡面這樣 那從準決賽跟決賽的部分甚至昨天的預賽 其實我們都一直想到去找到在不管是技術或是心態上面最好的突破口 畢竟國內比賽相較來說比較少 那又隔這麼久之後又遇到全運會 其實大家都會去檢視不管是我的成績也好 或是在秒數上的突破 那我覺得自己也會設下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那其實我一直在比賽中不斷的去調適說自己要怎麼去跟壓力去做平衡 這一場比賽雖然沒有像預賽一樣去去突破 但我覺得很大部分是有不同的選手 甚至有新的選手 那踩到10秒2多的成績 那其實也是給我一個很大的壓力跟一個助力 在台灣我們的田徑上有更多的人可以去突破 甚至有更好的良性競爭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在亞洲如果我們再不進步的話 其實會離其他的國家越來越遠 那不只是在單項上面 甚至在我們非常想去突破的接力上面 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助力 如果可以跟學長他們一起往上是最好的 對啊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往上平亞運 可能得個牌什麼的 我覺得很願意幫學長他們 然後就一起 大家一起 因為大家要同一個隊 對啊 都是代表台灣出去 就是能有好成績 就大家一起有好成績這樣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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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